澳洲出口到印尼的活牛被验出患有牛节节诊 而我国也从澳洲进口牛脂 受益局因此从上个月4号开始采取暂时性防范措施 禁止澳洲牛脂进口 如今经过受益局和澳洲农业、渔业和林业部两轮的技术讨论 取得共享的完整调查报告之后 决定解除禁令即日起允许进口澳洲活牛和水牛 受益局发布的文告提到 受益局和澳洲农业部的良好关系 让双方得以透明且详尽的启动共享资讯的工作 受益局也提醒澳洲牛脂和水牛的进口商 在申请准证前必须先提成来自受益局的进口申请书 该局强调所有活畜生进口都符合 标准作业程序以确保每批进口货物都经过严密的监测流程 受益局希望撤回进口禁令的决定 能够缓解业者的压力 并且感谢澳洲农业部 在协助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秉持开放态度 任何证据 安静 证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